各位超人真的朋友們大家好 原本我們這支影片呢 其實是應該放在會員影片裡面的 但是呢 我們想了又想 實在是覺得這次的拍攝實在太珍貴了 太難得了 於是呢 為了讓大家看到這個200年之歷的垂起統計 就是我們決定把這個會員影片 重新配音之後讓大家去看 因為基本上這個企業從來沒有讓任何人拍攝過的 唯獨可惜的就是呢 那天的拍攝是對方很突然就答應到我們拍攝 結果我們什麼攝影器材都沒有帶 所以呢 我們是用手機去拍攝 不過各位加入我們會員的朋友們 不要擔心你的權益被剝奪了 因為從今年開始呢 超認真的會員會出現超認真好事多專案 超認真好事多是不是聽起來蠻ㄎㄧㄤ 就是呢 你只要省一杯的飲料前 加入超認真任何一個等級的設定 當然我希望你加入等級越高越好 你在不定期呢 憑藉著這個會員證明 你就可以去購買到可能台灣買不到的工具 或者是在台灣買得到但是很稀少 甚至是你可以優先購買的工具 偶爾會出現國外廠商的第一批搶先品 或者是限量品 只有超認真這個會員頻道有囉 所以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因為你隨便買一個東西 折扣下來 偷比會員被還划算 那我們就來去日本吧 BO 看它的刀牌 然後裡面這個也是收藍 它被日本登入為有型文化的紙巢 有點像是Gobo的意思吧 就是它這個是無形跟有形的 應該是建築是有形的 然後它裡面的技術是 玉川堂是一個至今200年歷史的企業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垂起銅器 也就是說用銅跟用不一樣的金屬 用冷斷的方式慢慢地把它敲起成形 也就是說你看到的這些壺呢 它基本上是用一片銅板敲出來的 是的你可以感受到 當我們一進到場內之後呢 就有磁吸鼻落的敲擊聲 為了不傷害大的耳朵呢 所以接下來我會全程使用配影的方式來為你們介紹 玉川堂這個企業呢它已經200年了 而你現在看到的建築呢 是100年前它曾經有失火過 所以在100年的時候呢 他們有重新建過 因為當時江橋是非常吵的 所以他們會把屋頂加高 讓這個聲音的場域比較不會吵一點 但是現場其實還是很吵 然後因為早期呢其實是沒有電燈的 所以他們的窗戶呢就採光 是做的三面採光非常好非常亮 讓他們在做敲擊做細的時候呢 是可以比較細緻的 而這邊的學員呢 他們的要求是一個人必須從頭到尾 能夠把一個作品做完 而且從200年前呢 是用一片銅慢慢敲出來的 那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其實它就是從左到右 用一片銅慢慢的打打打打凹 打凹了之後呢 所以它每個敲的力量 跟每個敲的力度是要很平均的 因為當你敲得很薄很薄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破掉了 但是你敲得太厚的時候呢 它就變得不太平均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 就是從一片鐵慢慢敲成一個銘 一個銘之後敲成一個弧聲 一個弧聲之後再敲出弧嘴 你可以看到呢 在銅還沒有被敲擊過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軟的 垂起銅氣的這樣的做法 就是機能用每次的敲擊 每次的鍛造 讓它裡面銅的結構可以越來越緊密 在一邊塑形的時候呢 它其實也讓它的材質越來越堅固 你可以想像在200年前沒有材料學 就是沒有很多科學去檢測的時候 它們可以用僵質的方式 很直覺式的做出銅氣 是非常厲害的 所有的清酒杯茶壺啤酒杯 或是小杯子 它們都是一個人從頭到尾做到尾 又有另外一個做法呢 是它的本體跟它的弧嘴 是分開來做的 兩個分開之後呢 會用錫 也就是SIDES去焊接 從畫面看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人是在做壺聲 那一個人是在貨壺嘴 現場你就會看到就是 你可以用僵質的堅硬的木頭 然後上面有200多種不一樣的字句 所以它也是慢慢的衍生出來 包含它的錘子 也有兩三百種不一樣的尺寸 不一樣的大小 基本上你要在預算堂 能夠工作10年以後 練出來的功力 才有本事一個人可以做出這樣子的壺 就算你在預算堂工作了10年之後 你再快再快 你也頂多一個禮拜多一點點 就是老師傅 你也只能夠打出一個銅器而已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稀少的產品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中這個女生 她做的是3.6公升的 她就是從一片然後慢慢敲 你現在可以看到她的動作是在敲那個壺嘴 所以這是一個沒辦法用替換人去做流水線的工作 是一個人從頭必須要做到尾的 然後旁邊呢看到一個很早很早 在他們一開始建築的時候就有的一個爐子 壁爐 這個壁爐往上延伸是一個很大的延鬆 那他們到現在還是用古早的方式 如果你要完成一個壺 基本上你要重複這個加熱敲 拿進去拿出來 加熱再敲 這個爐子總共要十五六尺 它才能夠完成一隻完整的茶壺 而在我現場我就問了她一個問題 因為在台灣就有很多工廠老年化的問題 或者是沒有人要傳承 那為什麼他們這間公司可以做到200年 而且現場我看到的都是二三十歲很年輕的人在學 他跟我說基本上因為玉川堂已經非常有名了 所以在全日本很有名的藝術大學 他們都會願意投入到這間公司來工作 當然有很多人會被刷掉 當中也包含了許多她不是藝術大學畢業的學生 那她也會想要進來這邊學習她的技術 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個地方呢 是他們的染色廠 那聲音一樣非常的吵雜 所以我們用錄音 那也可以看到現場有許多是顏色的樣本 因為他們的商品跟作品實在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純銅是很容易氧化的 他們的作品很特別的是 他們會用銅加上錫 很像是一個山明之吐司一樣 然後把它融在上面像起司一樣 抹平了之後呢 用不一樣的拋光跟處理方法 讓它呈現你最後可以看到的樣子 而當中你可以看到許多有硫磺 然後有硝酸銅 然後在台灣我們也會使用 許多的硫化物打銀 各種合金的方式 那你看到這個合金的東西 我在銅之後呢 我上面有需要一些特別的花紋 然後他們就會在上面用錫融在上面 融在上面之後處理完顏色 處理完顏色之後你就會看到 一部分有花紋 一部分沒花紋 所以在這個現場 又讓我學到一個新的技術 然後我們在現場呢 也發現就是這個紫金色的顏色呢 其實是燕三條他們發明的 我在台灣曾經在十幾年前當學徒的時候 我有更衣會叫文科學到僵直的技術 然後到今天現場我才發現 啊原來就是來自於這裡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是在傳統的日本 那他們現場還是會戴好仿圖面具的 因為在做硫化物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揮發性的東西會出現 他下面在 小隊炎末上面 然後 欸 不是 是很刷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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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能夠 這個影片都要感謝這影片社長 讓我們能夠把這個影片當 可惜就是沒有帶擔憂 誰知道 因為平常這邊連手機都要不然拿電 連拍照 拍照都不行 嗯 這個就是 命 就是 人用一枚擺開 一直打打打 形成的 所以這是命 所以打的是命 哇 人用一個打 這好會講有沒有 是 好厲害 你知道為什麼用什麼敲過來嗎 用命啊 是的大家 雖然這趟有點可惜 我們沒有帶就是很完整的攝影師會進去 我們還是很高興因為李老闆的關係 讓我們認識的長谷川社長 然後可以到今天把這個很珍貴的畫面 帶回來給台灣的朋友們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日本玩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一趟驗山條 那他在那邊有非常非常多厲害的 日本工業的工廠 有些工廠都有開放參觀 但是都沒辦法攝影 所以說不定有一天 我們可以一起開個旅行團 來一起參訪日本的工廠 那這也是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步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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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